梁亭拉起黃色封鎖線 不只地上血跡斑斑 枕頭和棉被都沾染鮮血 大批員警到場搜證 因為不久前這座公園 竟發生疑似隨機砍人事件 公廁旁的洗手台留下一大灘血跡 被砍的張信男子竟然直到警方到場 才發現自己的手指消失不見 令人毛骨悚然 事發在新北樹林水源路一處公園 16號深夜11點多 這名64歲的張信皆有 裹著棉被躺在梁亭 睡夢中遭不明人士持刀亂砍 當下瞬間驚醒 只覺得身體疼痛 跑到洗手台洗手 接著又躺回梁亭睡覺 運動民眾發現步道全是血跡 嚇得立刻報警 等到救護人員與警方到場 張信皆有說手麻麻的 才赫然發現左手指被砍斷 中指嚴重斷裂 頭部全是刀傷 現場還一度找不到手指 幸好最後在他睡覺的梁亭附近 找到斷指 緊急送医搶救 縫合傷口 張信皆有遭人磁銳器攻擊 經送医治療後無生命危險 本案是否皆有醉酒引發之鬥毆 或其他原因 本分局積極棄凶離親中 近警方初步調查 張信皆有表示 當下施線昏案 沒有看清楚犯賢的長相與特徵 也不知道為何對方遲到攻擊他 下去遠景 目前積極調閱周邊監視器 全力追棄 以釐詳細的犯案原因 接著中採詳程 關於新北報導 更新北報導 感谢观看